好了,今天的第一个词汇是剪刀 剪刀 你认识这个词吗? 这个字,这个字读作刀 对吗?如果对于汉字识别比较困难的学习者或者同学 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 请你制作属于自己的汉字卡 这个汉字卡不用很多 大概15个,20个,35个,不用特别多 就是常用的词汇,根据你的级别 好吗?根据你的级别 中文汉字有很多是象形文字 也就是你看到它,你应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根据它的形状,form,你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个字是什么呢? 这个字就是,就是刀 没有吓到你吧 对,这个字就是刀 你可以看到这是刀把 刀把 刀把 这里呢,你看刀刃 刀 对,刀 但是我们学的是,今天要学的第一个词是 剪刀 剪刀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叫做,剪,剪 这是什么? 剪刀 刀 剪刀 这个动作叫做剪 我剪什么呢? 我想要剪这个纸条 这是一个纸条 我要把它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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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 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二个词汇 剪,断,剪,断 我再来试一遍 剪,断 那这样叫剪,断吗? 这样不叫剪,断 这样叫剪,断吗? 这样不叫剪,断 它没有断啊 剪,断 剪,断 下一个词 剪开 剪开 为什么要剪开? 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这里,比如说有一袋零食 有一袋零食 我要把它剪开 剪开可能是这样 你看 剪开 我剪开了吗? 剪开了,你看 剪开 这样我就可以打开了 剪开 剪开 这个袋子用剪开吗? 不用剪开 你看 是这样打开的 这样就可以打开了 但是我只是给你一个例子 Example,对吗? 给你一个例子 剪开 剪开 刚才我们学了三个词 还记得吗? 第一个是 剪刀 刀 剪刀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剪断 剪断 第三个词 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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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词是 切 切什么? 切菜 你已经认识了刀 这个动作叫做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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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切菜 Vegible 切菜 切什么? 切水果 Fruit 切水果 切什么? 切肉 切肉 meat 切 但是有的时候 我切到了我的手指 我切到了我的手指 切到了我的手指 下一个 切什么? 切 胡萝卜 胡萝卜 下一个 切什么? 切 西红柿 西红柿 还是用我们五个手指的办法 想一想今天学到了哪些词汇 第一个是 你还记得吗? 我拿起了刀 可是不是刀哦 我们说的是 剪刀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剪断 剪断 第三个 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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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呢? 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 第四个是 哦 跟刀有关系 切 切菜 切菜 第五个 切的是 胡萝卜 胡萝卜 第六个 切什么? 切 切西红柿 切西红柿 今天再挑战一个 再多一个 我切到了什么? 哎 我切到了我的手指 我切到了我的手指 我们从五个词汇开始记 慢慢增加 好吗? 最起码要记到五个 然后增加六个 如果六个对你来说太容易了 再来一个 怎么样? 呀 我们下期再见